大家好,我是Alton 今天和大家分享X-Ray Reality客户端的使用 包括OpenWrt、Windows和Android 苹果设备我暂时没有看到有相关的支持 如果有知道的,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接下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首先我先安装一下X-Ray 上期视频是手动下载的开发版 现在已经更新了预发布版本 所以我快速使用官方提供了一键搅粉来安装一下 细节我就不和大家展示 打开X-Ray的首页 展开X-Ray indoor的一键安装搅粉库 然后通过下面这个指定安装版本这条命令来安装 连接一下我的扶器 连接到路透用户 拷贝的时候不要把前面这个警号也拷贝了 最新版本是1.8.0 最新版本是1.8.0 然后通过X-Ray的UID指定 称整个UID 称整个证书 然后我们编辑一下配置文件 把它清空 然后打开我的博客拷贝分配置模拐过来 这有两份配置 一份是HTB2的 一份是HTB2的 这两份配置我都和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卡着这个H2这个配置文件过来 把它粘贴进去 把它粘贴进去 新建个窗口 把这个UI杯拷贝过来 粘贴进去 这里网站我就不修改了 把这些没用的删掉 然后把这个使用拷贝过来 粘贴进去 其他就不用修改了 保存退出 然后我们再拷贝个配置过来 把这个配置文件复制一下 然后编辑一下 其实HTB2的话 我们只需要修改这个分流 然后把这个网络这里H2改为TCP就可以了 其他不用修改 保存退出 我们重命名一下这个配置文件 现在我们就有两个配置了 一个是H2的 一个是HTB2的 接下来我们启动一下X-Ray 首先我们测试HTB20版本的 检查一下启动状态 可以看到运行成功 接下来我们验证一下我们的网络是不是正常 我们编辑一下host的文件 查看一下服务器的IP 把IP 把IP拷贝下来 然后把我们服务器的IP 指定到配置文件这个域名 然后我们访问一下这个域名 如果能访问的话就代表我们的服务其实已经是正常运行了 刷新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访问这个网站是通过我们自己服务器去访问的 如果能正常访问就正就代表我们的服务已经配置成功 这里返回也是一个真的一个证书 用这种方法可以简单的测试我们的服务是不是正常 接下来和大家演示OpenWrt客户端的使用 打开OpenWrt的后台 登录一下 然后点开服务 选择password 首先你的password要更新到最新版本 否则是不支持的 然后点开节点列表 添加个节点 追逐随便填一下 节点类型选X类 然后写一选Relax 这里的地址我们填服务器的IP 然后端口43 加密方式不用填 同样把这个UID拷贝下来 填到这个ID里面 狗转TS 这里分流我们选用这个ATS Vision 然后狗转Reality 域名我们同样填这个配置文件里面的域名 把这个公钥拷贝下来 SopID同样是配置文件的SopID 就是这个SopID这个数据 随便填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SpiderX块 就填根就可以了 指纹伪造这里选 其中一个浏览器 我就选默奥的Chrome浏览器 然后传输协议 如果你是ATS Vision的话 你就选TCP 跟服务器要保持一致 伪装类型不用填 然后保存应用 我们可以先点一下这个可用性测试 如果返回这个延迟的话 其实代表我们的服务已经通了 我们选中这个节点 保存应用 再点一下测试 可以看到我们的服务现在是正常的能通的 接下来打开谷歌测试一下 可以看到跟我们的服务器IP是一致的 网络也是通的 证明我们的设置已经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下 Http2的配置 首先我们先停止 当前这个运行 然后启动Http2的配置 检查在系统状态 可以看到没问题 接下来我们修改一下这个配置 如果你是使用Http2的话 这个分流我们需要停用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传输协议选Http2 这个主机名以及这个路径可以不用填 然后就可以了保存和应用 同样我们先点一下这个可用性测试 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测试一下了 保存和应用 再点一下 可以看到是正常的 同样打开谷歌测试一下 没有问题 Openwrt的客户端就和大家演示到这里 接下来和大家演示Windows客户端的使用 我先连接到我的Windows虚拟机 我已经提前下载了Windows的N了 大家要下载最新的版本 接下来完成之后我们直接打开这个程序 程序打开之后我们点开设置参数设置 点开Windows设置 我们需要构想检查pre-release的更新 也就是允许更新这个预发户版本 然后点开确定 接下来点开检查更新 点ex-ray code 我们需要更新最新版本的ex-ray code 更新完成之后我们点开服务器 添加个Villias的服务器 扣类型我们可以保存ex-ray 别名填一下 然后这个地址同样是我们的服务器IP 断口443 然后拷贝一下UUID 因为我们现在是测试htb2 所以我们这个流控选空 加密方式不用填 然后下面的传输协议 我们选H2 违章域名和这个路径可以不用填 然后下面传输 安全这里我们选reality sni我们同样填一下这个域名指纹这里是随便选一个吧 然后接下来拷贝的公钥 填一下shopID 跟我们这个配置要一致 这里随便选一个 然后接下来SpiderX同样是填根画就可以了 然后确定 然后我们启动一下 现在我们就可以打开浏览器去测试一下了 我们先关闭 OpenWrt 否则会有影响 先把它关了 然后访问一下谷歌 可以看到同样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修改为这个H2的一个服务 先把H2这个服务停掉了 启动ATR20的配置 接下来我们再重新配置一下 现在我们应该是没办法法问了 修改一下配置 留空这里我们选ATRVision 然后传输协议这里我们选TCP 其他应该不用修改了 你要点确定 重新启动一下 重新启动一下 可以看到同样是能访问的 Windows客户端就和大家演示到这里 最后和大家演示安卓客户端的使用 我先连接到我的安卓设备 这下需要把相关的配置发送到我的安卓手机 方便这个配置 先把公钥拷贝过来 然后是UOID 把配置稳定的玉米也拷贝一下 还有服务器的IP 发送成功 通知我们首先需要安装好V2LNG 我这本已经提前安装好了 相关的下载链接我会放到视频下方 我们打开一下V2LNG 添加个VLS服务器 本名可以随便填一下 地址我们这里填服务器的IP 端口443不用BAM 接下来拷贝用户ID 有空我们现在服务端运行的是ATR Vision 所以我们这里选ATR Vision 下面方式不用BAM 传输协设TCP这些都不用改 然后我们看下面这个传输 安全传输这里我们选Reality SR的话我们就填这个域名 这些配置都要跟服务端保持一致 指纹这里我们选空里面器 LPM不用改 接下来拷一下这个公钥 ShopID我们服务器是 我这边是1688 大家根据自己的配置来填就可以了 SpiderX的话就填更符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打开右下角的开关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打开浏览器去测试了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正常反问了 查看一下IP 跟我们的服务器的IP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修改一下服务器的这边的服务 先把这个HDR10这个H-Ray停掉 启动一个HP2的配置 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安卓手机 我们先把这个服务停掉 然后修改一下配置 留空这里我们选空 传输协议我们选TCH2 其他就不用改了 然后保存重新打开一下 再来刷新一下页面 可以看到同样是没有问题的 就代表我们的连接已经正常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已经全部讲完 有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没有订阅订阅分享频道的朋友 麻烦大家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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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